还是星期五晚上 日本女子舞蹈天团 顶着招牌妹妹头 与Energy的昆达合牌广告 最后还来个经典16吨 精彩尬舞 也将在金钟颁奖典礼压轴演出 节目类颁奖典礼正好就是 星期五晚上到时肯定黑道报 而表演阵容还有男团OZONE 搭配竞技啦啦队气势K场 紧接着还有金曲歌王 许富凯与音乐人阿叶的合作演出 我是今年这一届第59届的 电视金钟奖典礼主持人 我是节目类别 主持人也是一大亮点 刚生下二宝的吴珊如 迅速复出独挑大梁 他也坦言这是一大挑战 其实我只是长得很淡定 然后我上场前都是那种 会在后台蹦蹦跳 但是团队很强 所以我觉得有他们 我们会稳定很多 父亲吴宗宪也成为焦点 主持的综艺大热门 还有小明星大跟班 雄柳入围将对决 以超级夜总会入围的 绷恰恰许孝顺苗可丽 还有三度扩关的曾国成与巴玉 第七度征战金钟殿堂的主持 天后校S也是强敌 别具看头的还有最具人气 综艺节目奖邀请到了奥运金牌 国手林玉婷担任颁奖嘉宾 可说是金上嘉宾第五十九届 节目类金钟四大亮点令人期待 先许我全中产人特不动